穿了我的帽 我一天通过两游戏 我真的好厉害哦 是不是这已经完了 哇 这真的是完了 哎 大家辛苦了 真的 哎 谢谢你们 陪我这么晚 太拔容易了 我只能缩 哎呀 哈哈 我的脸好油 谢Blue Sky 哎呀补个妆呢 再下播 哎呀 反正等会再谢 不能让你们看到我这么狼狈的下播吧 对吧 好歹也要看到这 再怎么美美的吧 一脸油像个珠布一样 我刚刚是玩这个inside 我还觉得没没有那个小小恶梦好玩 后来我就觉得 哎 也很好玩哎 它还是有点意思 你知道吗 它有寓意 我感觉 我感觉 哇 这个游戏很有 它有那个内涵 它有那个作者想告诉人的一些 一些 寓意在里面 对不对 补个妆补妆 下次玩Limbo Limbo 好玩吗 Limbo Limbo好玩吗 哇 这是我的天啊 我真的 谢谢冯伯爵 三六零崩溃了 小男孩啊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我来查一下啊 inside 是什么意思 哎 不是inside 是什么意思 inside的游戏 我一般看完个电影啊 或者是玩玩一个游戏 像这种 我觉得是有含义的 我还要查一下 inside的隐藏结局 但是我不是隐藏结局 我烦哦 我玩了个正常结局的 嗯 哇 它这个隐藏结局好像是它掉起来了 先来说说这个游戏的结局吧 小男孩儿子 操控肉 肉球离开 撞木板然后滚下山坡 最终在海边停下 被一道光45度的 被一道45度的光笼罩着 很多人玩到这里 不能操控的时候就一脸懵逼 这样就完啦 过程十分精彩 结局却有点令人不解 这个结局呢 是在表达 就算附上姓名也要自由呢 还是在说拼尽全力 也没能到达大海 在看完所有的关卡 还有隐藏结局之后 我觉得这个结局是最能接上剧情 也最能表达游戏名inside的结局了 对 这个就是普通结局 而随着最后简单的直线的剧情被我们冲破木门 并且滚下了山坡 失望的发现 游戏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 细心的小朋友会发现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没错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实验里的模型 最后这一幕看似逃离 联系一下上下文很直接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在更深的一个实验室里面 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实验 再回想一下 小男孩一开始 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森林里呢 在这个世界我们完全看不到其他的人 有穿着红颜色衣服的 对 如果 但这个小男孩一开始是穿红颜色衣服的 我们如果想做一个试验 那么我们挑选了一个实验对象 为了让他看起来明显一点 我们给他穿了一件红色衣服 以便于把它区分开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红衣小男孩 放置在森林的尽头 就是实验的开始 而森林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室 哎呀 些我早就上路了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森林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吗 哭了 红衣男孩 但是我还是没有懂哦 Inside 它这个结局到底是啥 最有隐藏结局 哎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等于说这束光是唯一的光明 这似乎象征者 即使小男孩已经变成了丑恶的怪物 但是小男孩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光明 对不对 因为他最后被一束光给那样照着 还有人说 还有人说 真的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呀 那你都没好好玩 没好好看 我们不是一起玩过的吗 我连感觉都中了 哎呦 我现在 有点懵了 我觉得我要我要我要 Coc了 玩了几个小时啊 好可怕哦 你早上好 咋个玩这么久 好可怕 不是我 我发现玩这种主机游戏 你知道吗 而且是这种有剧情的 然后它就一直通关 不是那种一直循环 你懂吗 不是像那种 你叫什么 嗯 斗地主 那种一局一局的那种 这种我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我真的觉得有点神奇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但是有的游戏我就觉得 我都玩不了通宵啊 就像那种一局一局的 还有它的那种 它不是那种剧情像的 它是比如说是那种 它不是那种通关像的 我就玩不到很久 但这种通关像的 我就觉得 我会一直玩一直玩 因为它就永远为外 后面的剧情跟之前的都不一样啊 你未知你知道吗 我太专心了 玩个古墓令更快 不行 古墓令不行 像古墓令 它那个3D 我那个 我头会晕 格斗游戏一般更累 对格斗游戏 我就不行啊 我都那个 就是那种一直循环一个动作 一直循环一个动作 我就觉得会很累 我就玩一会 玩一个小时 我感觉像玩了五个小时了 你们今天不上班不上科的吗 嗯 休息啊 好 嗯 好了 我也要那个下播了 我宿尊底要下播了 好 兄弟们 休息吧 兄弟们 好了 谢谢大家 陪我哟 喝喝喝喝 你们已经起床了 哈哈哈 哇 我 哇 那我干脆陪你们上班去啦 哈哈再播三个小时 哈哈哈哈 哈哈 陪陪你们上班 然后我去睡觉去了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不了不了不了 感觉有点 哎呀我可不想 我可不想 那个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你们是在催我一下播了 好了我真的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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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好不好 早啊 可以有边念边 大家早 安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看来是时候让你们要缓一缓了 让你们要调整时差了 不然我每天这样把你们给影响了 对不对 拔心拔心 拔心 嗯嗯 哦 我觉得拔心 拜拜 真的下来了 我嗓子有点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